他怎麼交給你 寄的還是面交 沒有 寄的 搜山分局警方發現客車懸掛假車牌 從車牌的色澤 特徵 看出與正常車牌有差 上前盤問 你在蝦皮買的 在哪邊買的 不是 就Spacebook 他們直接現在很多廣告 那你怎麼給他錢 超商變到電子 超商給錢 全案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罰 以觸犯刑法 偽造文書罪移送偵辦 偽造車牌案件數 的確有初年增加的趨勢 尤其是在今年跟去年來比較 我們首先在開罰 也就是道交條例的開罰的部分 今年1月份到9月份 已經開罰了877件 那去年一整年才只有189件 增加了464% 假車牌問題嚴重 從過去每年幾十件 到今年暴增到600多件 近四層使用假車牌的人 是因為被吊扣車牌 被吊扣的原因是這個 所謂的嚴重超速 有一個立法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它修改那個規定 它把嚴重超速由原來的 超過速限60公里 下修為只要超過40公里 就算嚴重超速丟吊扣車牌 那造成這種吊扣的狀況暴增 原本例如2022年 一年大概有15000多件 去年暴增到6萬5000件 就多了四倍多 今年到9月就有5萬多件 預估會到8萬 修法是為了能夠嚇阻或減少 迴歸 結果你修法以後反而 迴歸狀況更嚴重 也表示這個修法有問題 假車牌不只是交通議題 是想今天如果發生了重大刑案 嫌犯開著假車牌的車 警方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掌握嫌犯的行蹤 因此就拖延了破案的時程 再來如果車主開著假車牌的車 就會比較不在乎車速 發生了超速 提升了事故的發生率 所以假車牌背後 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現在假車牌也變列為是 警政署的一個重點查記項目 最主要就是因為發覺 這樣的一個倉獗 而假車牌 可能會面臨到幾個部分 包括說有可能會是無照駕駛 或者是說他可能會持續的超速 因為他用假車牌 他就有恃無恐的 會不怕車速照相 以及如果說真的發生 造勢逃逸的時候 人沒有在現場 而警方沒有辦法依照這個假車牌 去尋現找到這樣的一個駕駛 所以說他其實 衍生的社會問題非常的大 更不用講過去有一些重大的刑案犯罪 其實車手也好或是槍手也好 都是利用假車牌犯案 再加上社群網站販賣假車牌狀況嚴重 只要五千元就能買得到 今年七月蝦皮下架所有車牌商品 嚴禁販售未造車牌 主動人工巡查取締將違規賣家停權處分 現在現行的假車牌製作 以及販賣太過泛濫 尤其是透過社群媒體平台的一個販賣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針對訴發部或是NCC 應該要源頭管制加強取締 洪孟凱提案修法加重假車牌罰還 從現行三千六百元到一萬零八百元以下 提升到一萬元到三萬元以下 同一年內違法兩次可處六萬元罰還 並沒入車輛 造交條例的第十二條 處罰是處罰車輛所有人 沒有處罰車輛駕駛人 結果我們已經有建議交通部 車輛的駕駛人應該要加入處罰 那另外違造號牌的使用違造號牌 假設它是吊銷吊扣 它已經是第二次的違法 它第一次已經在因為它的嚴重違規的行為 被吊銷吊扣 它怎麼還可以再用違造的號牌來行使呢 這個在到家條例第十二條裡面 這個處罰太輕了 至於交通部長陳世凱達巡立委林俊縣時 也提出三項改進措施 包括增加衛造難度 提高罰則等 從科技到執法 政府需要跨部會整合 杜絕假車牌氾濫 TVBN新聞張志明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看看,準備一下 字幕作为桃宇台北採訪 不見 字幕作為桃宇台北採訪